上回講到竹英台梁三伯上京讀書 還跟父商的兒子曼文才做了同學 發生了不少的事 他們表面看是認真讀書 阿馬戴又好喜歡玩 但其實心底裏面又好想有一番的成就 梁兄 剛剛阿B說今天要測驗 明明都不是 聽到真的嚇了一跳 咦 不是啊 聽說最後那堂好像真的有測驗 是前兩堂說的 咦 怎麼會啊 我明明都沒聽過 是啊 今天要測驗 如果不合格的話 就要抄300次 那堂好像在睡覺 我當然聽不到 咦 咦 真的嗎 糟了 我未玩 怎麼算好啊 不行 我要玩玩才行 加油啊 英台 我們已經溫光了 老師 今天的測驗已經溫光了 但今天也沒有測驗 咦 不是啊 我們沒有變老虎 講大話 不是會什麼大人 為何會變老虎 你老虎就有啊 戰國時代 魏國的太子要去趙國做人 魏王於是派了大神 龐聰去跟著他 龐聰就想 可能會有人趁機向魏王 搬弄是非 或者因為這樣而得罪 於是他就跟魏王說 大家不可能有老虎的出現 但如果有三個人跟你說有老虎 就會令人不得不相信 可竟然言言 真是好恐怖啊 他希望魏王會明白當中的道理 就算有不止一個人 講自己的壞話 都不可以相信 果然他一走了 就有不少人講他不對的地方 魏王當初都不相信 但是講的人就越來越多 他真是開始信了 直到太子側眼滿期 龐聰陪太子回到國家 但魏王不相信了謠義 對龐聰也不再信任 所以都沒有再中人去了 哦 三人成虎這個成語 不是指三反變了老虎 而是指謠言 只要言從三重複 亦能令人信以為真 是不是啊老師 沒錯 就有理解了 你們兩個下次不准欺負我 你下次上課 不要再睡覺就行 好 好 浴之後事如何 請聽校圍分解 好 好